這個新增資料下面這裡 所以你至少你不會的話 你就Ctrl-C、Ctrl-V會吧 Ctrl-C 有沒有 然後Ctrl-V的話呢 貼到哪裡 記得哦 貼到那個表單這邊有沒有 點兩下 把它貼到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Ctrl-V貼上 End sub跑掉了 在這裡 好 這樣就OK了 貼上其實好像應該是一模一樣 只是說我這邊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個那個註解 OK 這個不影響 反正這個主要是自動代出 平均成績判斷 總共這些 那再來還要做什麼呢 再來就是說刪除 清除資料跟優標放上去 那其實非常好理解 所以我直接用Copy好了 怎麼樣把它清除掉呢 很簡單 就是在那個什麼呢 在那個 Testbox 1 123後面放什麼 放空的啊 這個就清除啊 應該可以理解吧 意思是把後面東西放到前面去嘛 所以剛剛有沒有 我們不是把123放到 放過去放過去 這個道理也是這樣 把這個空的放到它裡面去 那就意思是把它清空的意思 好 這應該可以理解吧 我發現有同學 好像對這方面有一點點障礙 因為以前可能對等號的理解都是那種數學的等號 但是特別是說這邊的等號跟你以前所理解的等號是不一樣的哦 這個等號應該指的是把後面的資料賦予到前面的這個什麼呢 這個物件的這個屬性裡面去就對了 後面的東西賦予到前面去哦 所以這個等號跟以前你所理解的等號不一樣哦 最後的話就是說 我游標要怎麼樣 要把它回到第一個 回到哪一個呢 回到我們的有沒有 填完之後 回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不是這個Test Box 這個Test Box叫Test Box 1對不對 那如果游標要放上去的話 只要多一個方法 就把游標就Focus 所以點下去有沒有 你會打一個什麼 Set 打一個Set SetFocus 這邊就出來 Set指的是修改 修改把Focus的游標 意思是說把游標 中文意思應該是什麼 把游標給我再放到那個Test Box 1裡面去 叫SetFocus就OK了 如果理論上 你們剛剛應該這邊點Test應該會自動出來才對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這個Test 假如說沒有出現的話 可能你就要檢查一下什麼 檢查一下你的表單裡面 這個名稱是不是叫Test Box 1 或者是說你有沒有打錯字啦 還是說你可能有的同學是把它刪掉重新再加 那可能就不是1了 可能就是2 3 4 5 可能就那個 那怎麼辦你乾脆就是這個把它改一下名稱 這個一定要叫1 這個叫2 3 4 有的時候如果還是找不到錯誤啦 你乾脆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你可以在這邊貼上 保證一定有一個Test 保證正確啦 所以這個也是一招 有時候剛用貼的就會找到問題了 好 那我們就基本上要寫完了 有沒有 就是這個是新增前四個欄位 然後分別丟三個欄位自動產生 把公式丟進去 然後再清除1 2 3的資料 然後把游標再放在1裡面 就一個循環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好 所以這邊A A A 有了 然後就用B B B OK 反正這個可以自己再改 都沒關係 好 最後的話按個新增 那理論上應該要多什麼 把這邊清空 先把資料丟過來 然後清空游標放上去 試一下 有沒有 這個時候資料有沒有過來 有過來了 對不對 應該沒錯 這邊是四個 然後這邊是三個 自動產生 然後這邊清空了 游標有沒有放在這上面呢 有在這裡 OK 所以再打CCC 理論上應該也是一樣 所以Enter Enter 好 然後再Enter 就新增 OK 不過後面當然還有幾個地方要注意的 比如說我如果完全沒填資料的話 按新增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 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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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啊 那沒有資料 你為什麼填 那一定是不允許的 所以哦 特別注意好 你應該做一些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這邊都沒有資料的話 其中一個沒有資料 按下新增 不能讓他過 那他過就錯了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 這邊一定要是數字 如果不是數字 也不能讓他過 所以第二個防呆 第三個防呆是 這邊一定要是0到100之間 如果不對也不能讓他過 所以要等一下我們來做 如何做那個所謂的防呆啦 那當你這個防呆沒做 一樣可以跑 只是說 這個變成說還是很多的漏洞 所以以後的話怎麼做那個防呆機制的建立 大概我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剛剛那個程式很簡單 雲端上也有 其實 最好用理解的 這些東西盡量不要 不要使記的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用 背的話沒什麼意義 最好用理解的 而且可以 回去的話盡量找一個也是類似簡單的這種類似範例 然後呢 你從頭到尾在 再用你理解的方式 如果可以 再做過一遍 也能夠做出來的話 那表示說你真的理解 好像這些東西盡量還是不用背的 OK 試一下